欢迎来到News 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难怪杨子出道多年支流短发,看清她的长发照,可能怕你太想娶。 童星出道的杨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演艺圈了, 凭借《家有儿女》系列被大家广泛熟知, 她所饰演的夏雪这个角色,特别的古灵精怪, 给大家童年带来了很多的笑点。 虽说杨子长的不是特别惊艳,但是特别的有演技,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五官也是变得越来越耐叛, 被很多人称为国民闺女。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杨子是典型的收视女王, 她的每一部作品都大火,比如说《香蜜欢乐颂》, 还有《前段时间热播的亲爱的热爱的》等等。 这几部作品奠定了杨子在圈内的地位, 虽然说她跟肖战合作的《余生请多指教》, 因为一点事情受到了影响跟抵制, 但是问题不大。 想必这部剧播出时, 应该会再次提高杨子在娱乐圈中的地位吧, 毕竟跟她合作的男主, 是19年的顶级流量肖战呀。 如今的杨子变得越来越漂亮, 留着短发的她,并没有假小子的即视感, 反而衬托出了自己精致的五官, 而她标准的瓜子脸, 也是因为短发显得更加脸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杨子出道多年一直都留着短发, 至今大家终于找到了原因, 看到她少有一个长发照之后, 网友们表示,可能怕你太想举。 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 长发的杨子特别的女神, 不管是有刘海, 还是没刘海的模样, 都十分的有魅力。 早年还没有火的杨子, 长发飘飘感觉十分的温柔, 比现在多了一点淑女的气息。 虽说短发更加有辨识度, 但是长发的杨子, 更加的精致漂亮, 将她的美无限的放大, 很多人看到杨子长发的模样, 都忍不住沦陷了, 这样的一个女孩, 放到校园中完全就是一个校花。 而且当时的杨子, 五官还没有彻底的长开, 就已经这么漂亮了, 如果放到现在, 她留长发的模样, 应该会经验全场吧, 可能就是因为怕很多男生太想举, 她才会一直留着短发吧。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很多人都特别想看杨子现在的长发照。 众星过七夕, 宋西晒自拍, 热巴被偶遇, 秋辞炫夫妇合体拍大片。 秋辞炫, 于小光夫妇合体拍大片。 秋辞炫和于小光于2017年结婚, 目前已经结婚5年了, 生育了一个可爱的儿子, 三人之家惹人羡慕。 在七夕节当天, 二人晒出了合体大片, 复古造型看点十足, 尤其是男帅女美帝组合简直是太阳眼。 二人的这一次合体也是继2021年7月, 于小光被一女子做大腿的绯闻后首次合体现身, 拍摄的画面很温馨美好, 希望于小光好好对秋辞炫, 不要再传出花边新闻了。 戴象宇和陈子涵晒婚纱照 戴象宇和陈子涵是结婚6年的姐弟恋组合, 女强男弱的开局被不少观众唱衰, 但是6年的时间过去了, 两人依旧恩爱有加, 七夕当天, 发布了一组为美帝婚纱照, 照片中陈子涵就像代嫁的新娘般美好, 同时戴象宇发布了拍摄婚纱照的过程详情, 充分向观众展现了二人的甜蜜幸福, 希望他们能够永远幸福下去。 陆虎与女友合照太甜了。 凭借快乐在出发闪亮的日子等综艺再度翻红的歌手陆虎, 在七夕节当天晒出了与女友的合照。 聚系二人相恋多年, 感情甚堵, 女友是个小提琴手, 陆虎也在节目中多次提及自己的女友, 说明对方在彼此的心里是很重要的, 七夕当天陆虎晒出了两人的合照, 真的是羡煞旁人, 甜度超标, 祝有情人终成眷属。 陈妍希仅晒自己的照片。 不同于其他情侣的合体出镜, 已婚的陈妍希在七夕这天没有和陈晓一起合照, 而是陈妍希一个人晒了自己的单人照, 图片中的陈妍希美貌依旧, 拍摄的背景是南方小镇, 唯美自然, 似乎是去工作了, 而丈夫陈晓则在这天没有任何表示。 宋希、 杨子、 李一同晒自拍照。 单身的宋希也在七夕发了自己的自拍照, 以及鲜花、蛋糕等内容, 配文则是只要开心, 每天都是甜的, 七夕快乐呃。 晒出的自拍中可以看出宋希面色红润有光泽, 整个人泛着红光, 积极向上的模样很讨喜, 即便一个人也可以好好过七夕呀。 杨子在下午也晒出了自己的七夕自拍照, 顺势为在播电视剧《沉香如蟹》做了一波宣传, 一张嘟嘴卖萌, 一张看着手心的连蓬微笑。 女星李一同晒出了自己三张照片, 照片甜美可爱, 皮肤光则有弹性, 配上妆发就像是十七八岁的小姑娘, 单身的李一同在七夕发文是么哒, 简单可爱。 林俊杰弹唱情歌, 专专业歌手林俊杰在七夕当天发布了谈唱情歌的视频, 歌曲《Love you you》也十分应景, 视频中林俊杰戴着鸭舌帽, 一身休闲服, 深情演唱, 温柔的声线让人如痴如醉, 配上浪漫的歌词, 很难不让人心动。 迪丽热巴机场被偶遇。 七夕节当天, 女星迪丽热巴现身机场, 一身绿色套装十分清新, 给这个沉闷的夏天带来了一丝清爽, 热巴被偶遇后仰起小手开心和粉丝打招呼, 值得注意的是翘起的小狗很可爱, 看得出热巴遇到粉丝很开心呢。 影视剧组各显神通。 赵丽颖和林更新主演的古装剧, 与凤行更新了一波剧照, 其中演员赵丽颖和林更新在屋社前吃饭, 一下有了配文医院两人, 三餐四季, 五股露合, 七夕的韵味。 同样的, 迪丽热巴和龚俊主演的《安乐传》也更新了七夕剧照, 照片中二位演员隐含笑意, 即便没有多余的阐述, 也能感受到两人之间的浓浓爱意, 氛围感感染了观众。 除了更新剧照之外, 电视剧芳心荡漾的两位主创可是有了不一样的表现, 演员王子一给秦岚准备了饺子花束, 寓意天涯海角, 转头秦岚就把这些饺子下锅煮了, 看来浪漫和生活可以同时拥有。 吴磊和周宇同合作的《爱情而已》更是放出了二人的拍摄花絮来庆祝这个节日, 视频中二人的甜蜜互动自然真诚, 粉红泡泡满天飞, 很有真实情侣的味道呢, 看来二人的演技值得夸赞, 期待这部剧的播出。 七夕佳节好不热闹, 众星过节的方式各有不同, 生活中的大众更是如此, 不过相同的是大家都拥有幸福。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 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 充满活力。